公积金局将从下个月开始同一采用中央公积金局CPFBOT的身份向会员发送手机短信 同时将停止使用其他的身份比如说SG Workfare和SG SSS发送短信 公积金局发表文告表示为了防止诈骗人士冒充公积金局发送短信 当局已经向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设立的新加坡短信发送者身份登记处 注册中央公积金局发送者的身份 这意味着只有来自公积金局的短信才会以中央公积金局的身份发送 文告说已经向公积金局注册手机号码的会员将从后天收到相关的政策的通知短信 当局鼓励会员保留这条短信以确保日后的短信都来自同一名发送者 若收到其他冒充的公积金局的短信则是可以无需理会并且应该删除短信 2第1小ELIPE嗨